嗯?假的? 副连长! 副连长! 怎么回事? 我们上当了! 什么? 我们上当了! 不懂! 这是我见过的,并不是死活的一支队伍 越军最擅长的耗子战,丛林战,全被解放军的战士们破解后 被困于山顶的两百越军,竟然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仍然死战不详 企图来一招牛逼的躺臂荡车,完成一个舍身拦路的英雄壮举 不料,解放军一招逐层红烧的战术,直接将这帮藏在山洞里的耗子打了个满地爪牙 那么,自认为学到游击战精髓的越军究竟有多狡猾呢? 怎样的打法能快速清除这种山耗子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3710111团二营的战士们,是如何将230高地上的越军一锅端的吗? 请在评论区谈个笑脸,开心一整天,谢谢大家 前面我们讲到,六连长用冲锋号右出230高地上的火力点后 再用拽光弹引导着后方的炮裙,一阵定点狙击 紧接着吴后坐立炮牌与喷火般接点红烧 半个钟不到,十余鸣身上还带着火苗的越军就如耗子般的窜向的主风 而侧翼的五连,也在后方的重机枪压制下,将山脊上的守军打到无法抬头 当解放军的尖刀牌撕开防线,突入战壕时 防线里的越军几乎坐鸟受散,玩命般的顺着交通豪溃向了主风 230高地上的第二道欠豪,也被战士们完全收复 但二营并没停止进攻的步伐 主攻部队在迫击炮与轻重机枪的掩护下 多路同时向主风发起围攻 同时还让外围部队加强戒备,严密关注周围敌人的援军 果不其然,被围困在山顶第一道防线的越军 虽然已是四面楚歌,但依然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其指挥官一面收拢部队,组织防线,一面拼命呼叫援军 收到求救信号的黄连山省独立192团 立马命令230高地西北侧的安佩省文盘县独立连 从北面发起增援 可当他们刚冲出山洞,就被二营的观察哨发现 立马联系后方的炮群,对着他们所在的区域就是一阵猛攻 出师未竭,身先死,刚出山门 就被解放军的炮火炸了个七云八速,灰一头土脸 任凭高地上的守军如何呼叫,再也没人愿意出兵支援了 求不来援军,高地上孤立无援的越军彻底慌了 便开始整班整班的向南溃逃 早有准备的二营,树挺重击枪,一阵火力全开 山坡上顿时血雨腥风,惨叫不断 场面一度混乱不堪 有的越军被重击枪击上击毙 有的误采自己的地雷被炸,就连跑得慢的 也被他们的独战官用手枪放倒 早上8点30分左右 三七时的实属防化连喷火般也进入了阵地 他们以高地上的第二道防线为起点 在二营战士们的配合下 以机枪封锁,以无后座力炮,手榴弹炸他洞口 再以喷火器红烧的方式 一个洞一个洞地扫,一层一层地往上推 但越往上打,越军的火力点就越密 加上逃生无门的越军又不敢出来投降 只能在山洞里做困兽之战 战斗一度进入了白热化 四连的尖刀牌排长刘建荣前辈 在冲到离主峰前20米处时 侧后突然飞来一缩子弹 他的腿部、腹部和头部重弹壮烈牺牲 战士王全清打光一个弹夹后 发现一名装死的越军正准备朝他开枪 惊急之下,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对着敌人就是一枪托 收拾完这名越军后 终于卫连队撕开了一个缺口 几秒钟之后,喷火兵到位 一阵高压气流的补补声之后 数条火龙夺堂而出 整个山头瞬间化为了一片火海 这一战,三七师111团的二营 以牺牲12人,负伤56人的代价 坚敌167人,伏敌17人 战损比2.8比1 并缴获战略物资一大批 直接打破了越军 惩罚山越丛林的神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